在为何事发愁啊 你搞这干什么 我又不是小孩子 向你赔罪 浅浅 既然你不想复习考试 以后我不会逼你了 那就好 干什么 你不觉得有一个人偶 特别像你吗 好像是哦 那这个呢 像谁 这个 对不起啊 断了啊 没事 把腿接上就好了 接不上了 我都怪我 一个人偶而已 为什么这么伤心啊 你有没有想过 对于普通百姓来讲 我们是高不可攀的存在 随便一句话 他人的命运 就会轻易地改变 他们 就像这个你人 以前我做了一些事情 轻而易己地 就决定了别人的命运 可是我从来没有问过 别人的想法和心情 自从我诊出心机 方便天下名义 都说我活不过二十岁 我原来以为 我就要这么客死一向了 可未曾想到的是 你出现了 是你为我求来龙骨 治愈心机 至此我才明白 谁的命运 都不是生来就注定的 也许这一切 都是可以改变的 诚如我一样 你让我重新站起来 就如同武功兼虚的 你要赢得武士 你觉得 这可能吗 那你觉得 武功兼虚的我 能赢得武士卓卷吗